三個條件挑出來的好標的 真的有那麼好嗎 來 我們看一下表格 狗狗大哥來 請上來 真的 我們抓的這個條件 都是實實在在 從亮大鼓挑出來的 我把它唸過 恆大 太極 博智 金像電 蓄富 敦泰 來 看K 檔檔掃 好 如果以恆字來 這個恆大來講 因為它是做那不織布口罩 現在大家都怕疫情 有沒有看到它 就是一個高檔震盪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疫情總會有結束的時候 當股價的高峰 一定產生在最悲觀的時候 如果你覺得疫情還會沖很久 那你看它每一次到高檔 都留上一些 我覺得這種股票見好就收 它可不可以下元一破就賣掉 一定要賣 那是一定要賣 而且高檔到這也要賣 好 太極第二檔 太極第二檔在這邊可以看到 它的一個區間 就是維持在所謂的這條線 應該是半年線 這條應該是月線 你就看它將來就會在這中間 一直跑來跑去 我想原則上短線上 到這條線先選擇站在賣方 將來第一再把它接回來 或是去在這高檔去換股操作 這兩個都可以 金像電也是一樣 有沒有看到 這些站上季線的股票 幾乎都是一個區間震盪 我會建議如果疫情沒有結束 到相對高點還是先賣一趟 對 那疫情沒結束 來到季線 季線上揚可以買 當然可以買 因為這種股票就是強於大盤 你去買它的風險 它漲得比大盤多 跌的就比大盤機率少 所以這種股票在拉回的時候 它的買點是比大盤好的 在一檔囉 續復來 好 你幾乎看到所有這種股票 它一定都這種屬性 但這種股票一樣 如果來到前高附近 它會形成一個區間震盪的時候 在操作上你一定要先賣 這個地方所有的答案都是一樣 你可以先選擇賣 拉回再接 你可以選擇這個地方賣 去換股操作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最後一檔 敦泰 來 好 一樣的道理 你幾乎看到所有現場 但是這種股票比較不一樣 不一樣在哪裡 瑞涵 因為這邊怎麼樣 這邊 震盪很久套了很多 如果這種股票 它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不要參與最後這段折磨的時間 就把它做換股操作 或是在這個地方箱形區間來回操作 所以同樣一個大箱形 還有這個強勢整理的上緣跟下緣 對 你要看那個結構是怎麼樣來決定 好 謝謝 葛國大哥 感謝您辛苦他了 今天的台股幫您進行結論 他幫我先追大盤了 我在嫌棄說 哇 這個上升軌道高點有過低點又沒破 這量沒出來啊 所以已經完美 量為什麼沒出來 葛國大哥那個觀念真好 爸爸很有錢 請兒子吃飯 你還客氣吃滷肉飯嗎 你就放心的吃 也就是他的圖表說話了 現在國安基金已經擺明了 就是要進場護盤 走出了上升軌道 所以現在跌升過後會反彈 反彈請看黃金分割率 有0.382比較偏弱 中間值反彈0.5 反彈到0.618 提醒您如果反彈更猛的話 還有一個0.809 葛國大哥的小鈔被我給看到了 目標區在這 0.618在這 0.5在這 0.382是在這 您自己盯著看 這就幫您精算出來 反彈幅度 葛國大哥說請小心喔 談到了0.618 10793 他可能會出場喔 所以您搭架的人 別忘了要下車喔 國安基金如果下車的話 這是大盤的結論 第二個呢 他列出來那張表格 因為KD黃金交叉 跟大盤一樣的漂亮 短信上有機會反彈 零件大盤站上的季線大盤 還沒站上季線 他可以站上季線的 季線叫做生命線喔 所以他是強過大盤的 不過他一再提醒您 多數還是相信 如果呢 是跟那個肺炎疫情相關的 麻煩逢高是要賣喔 逢低搶個短是可以啦 但是呢 都不太建議要長報囉 以上結論跟您專家分享 現在操作技巧 格外的重要 就好像 建成來請上來 之前 謝謝建成 我給他題目叫做短線 中長線操作該怎麼做 他講的中長線要善用金字塔 金字塔的買法 我們剛剛稍微帶了一下 可是呢 粉絲說不夠清楚 因此呢 來秀一下他的資料 我特別幫他挑貴的台積電 便宜的 趙鳳京 趙鳳京 兩打 交仔細一下 這高價格跟低價格 那個價格來到多少 掉幾塊買是不一樣的 好的我想從台積電線來看 假設我們的魁國大哥顧董 有五百萬現金 五百萬資金 基本上我們是要存股中長線 我不可能五百萬全部買完 保守穩健原則 一定要這麼做 因為我們是看中長線 我保留我只買一半 250萬 250萬左右 一定會有點落差 我們這種原則先拿捏到 我只買一半 好 為什麼 因為我怕系統性風險再擴大 第一個我兩種方法不一樣 我台積電是用這種方法 用季限的負乖離率 5%做一個間隔 負5%我就買一次 第一次我先買 負5%我再加碼 第二次如果負10 再買一次 如果負15 再買一次 最後是負20% 一個權重股跌到20% 我覺得你說它會不會反彈 當然會 對嘛 負乖離就是季限在這 股價在這 離他月圓 這叫做負乖離 第二三丟皮球會反彈 了了 對所以我用負乖離率5%跟季限 生命限 來做一個對比 5%5%來 所以我幫大家算好了 台積電可以分4次 我們不是說1234這個原則嗎 3月2號第一個買點 3月12號一個買點 負乖離率是-5% 這邊是-5% 這-10% 你以為這被我料中 3月16號-15% 3月19號這天大跌 見到低點 盤中超過-20% 負乖離超過20% 我分這四次買 我幫大家算出來了 菜1234什麼叫 第一次買一張 第二次買兩張 第三次買三張 第四次買四張 總共買了十張 讚 因為我為什麼這樣 這種設計呢 全重股台積電是全重股 跟季限負乖離達到28已經相當大了 一定起碼會先反彈 你知道這種負乖離啊 好公司被打到負乖離這麼跌這麼重 他叫做可憐 他叫做委屈啦 對所以我用這種模式來看台積電 所以我幫大家算出來了 3月2號價格是-我都用收盤價來看 3月2號的價格在這 對我用收盤價來看 買一張嘛對不對 311 加293月12號294 3月12號的價格在294 買兩張 兩張 一張 3月16號價格276塊半 買三張 3月19號價格收盤在248塊 或買四張 總共十張 加總起來數以十嘛 平均成本272塊 你看今天台積電的價格 來看台積電的價格K 今天280 我有沒有賺錢了 賺錢了 偉大的建成 恭喜顧董 顧董賺錢了 他真偏心 要是我就寫杜董好不好 杜董更有錢 不然也太少了 杜董是千萬起跳 OK OK 所以就這樣買嘛 對這樣買 當然為什麼留一半 假設疫情很嚴重 一定要繼續往下跌 我還有一半的資金嘛 我可以繼續用精緻的模式再來操作 第一價的照封金 來 趕快 這個白天想想用銳函 但銳函不只那麼少錢 我就用小美 五十萬資金 五十萬資金 因為趙風機比較便宜嘛 一樣我用保守穩健的原則 保留現金大概一半 這兩個我都一樣 因為我是要中長線嘛 好啦 我從這一波相對的高檔開始買 假設我看到趙風機的普及 所以我是拿25萬來買 對 大概25萬左右 我從33塊開始買 因為我從最相對的高點的時候 這一波 我分四次買 一樣我分四次買 一二三四嘛 一張兩張三張四張 我這個不一樣的模式喔 方法不一樣喔 低價股方法不一樣喔 對 來 我向下跌10% 向下跌10% 就跟我們剛才前面做ETF的概念是這樣 跌10% 就說33塊 跌10%是跌3塊3嘛 我就買 開始買 第一次買33塊 第二次買就是跌10%以後 第三次買再跌10% 第四次買再跌10% 三個加起來呢 將近30% 應該是跌27% 將近一個權重股 趙風機跌了快三成 你覺得幅度差不多了吧 對啊 這也是很委屈 跌太重了 對啊 跌三成就三根跌停板了 觀眾朋友 對 所以張海下趙風機 還沒有到我第四個目標區 因為我33塊買嘛 第一次買33塊 我買一張對不對 我們來開始算 因為四次買嘛 所以不好意思 我來個白板 把它畫清楚 33塊嘛 所以趙風機還在高檔的時候 這邊33塊 然後來到這邊的A價格 原來這邊已經跌10% 然後再從A點 再掉到了B點 這個地方 又是10% 是這樣子推沒就吧 日後再推 再跌 再跌4% 這三個這樣下來的話 應該是正確數字是跌27% 對啦 因為你這邊在10% 這邊再乘10% 這邊再乘10% 因為價格越低 乘出來當然不一樣 對 所以這邊是C 所以幫我換藍色 所以買法就是 這邊買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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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後的D再買第四批 沒有 這第一批買 我一開始 我看好趙風機 我要純股 我要中場 結果買了開始跌 這邊就買先買 買一張 結果這第二次買 這第三次買 這第四次買 所以C點你就買齊了 買齊了 買10張 來來趕快看價格 來來 所以幫大家算好了 因為33塊買第一張 對不對 我要幫觀眾朋友 謝謝建成 因為我昨天晚上 一直跟他講 一定要用很簡單 很簡單 好很簡單 數字幫我們算清楚 就像葵國大哥 0.682什麼我講那個 0.5全部要算清楚 來請說33塊 買一張對不對 然後跌10%之後 變29塊7買兩張 然後再跌29塊7 再往下跌 跌10%26塊7 我買三張 這個價位還沒到 如果萬一再跌10% 跌到24塊錢 我買四張 總共我買了10張 你的成本會落在26.85 來看一下趙鋒金今天幾塊 因為現在還沒到這一塊 現在還沒到24塊 如果說是跌下20幾塊的話 你成本26.85 現在談起來跟你成本 現在這個成本也差不了多少 我們來看一下趙鋒金 現在是多少 28.15 還是有賺錢的 那我問你 如果我們來個假設 因為已經跌了三成了 因為好公司我告訴你 很多人都會跟我們一樣 厲害的人多的是 如果真的26塊怎麼樣 怎樣都跌不下去 請問我後面那個怎麼辦 我等不到24塊 我等不到24塊怎麼辦 我就可以一樣 一樣是金字塔 我這邊底部就繼續加碼了 就在26塊就開始買了 因為已經跌不下去了 可以嗎 而且我還有另外一半的資金 萬一有另外一個系統性的話 我也不怕對不對 從這個他還是一個三角形 這個金字塔形的模式去做一個買進 越低價我買的越多 概念是這樣 所以來我重複一下趙峰金 趙峰金低價的跌10% 再跌10% 這邊是跌 跌 跌 然後這邊 上面買一張 然後這邊是買兩張 三張 四張 換句話說 如果這邊你等不到 應該就會在這個地方 把四張逐一買逐 對 如果這邊打底的話 我可能這邊 我這裡買兩張 買一張 一張 我這邊一樣是金字塔的模式 對 一樣也是金字塔 只是金字塔變小了 對 一樣的概念去做一個佈局 好 接下來 嚴肅話題了 請問能不能找到像台積電 趙峰金 這種股息殖利率高的 全部都可以用金字塔 來進行操作的標的 來最後一頁 當然可以 不過我們挑出來 股息殖利率比較高 已經公佈了 這都公佈的數據 這全部都公佈正確的數據 你們看 都6%以上 我挑出來 6%以上 當然你要去考慮它的 因為它都比較小型 除了永豐金 燕燕燕燕達比較大 小型股的話 我會比較建議 負乖率率 可能拉空間大一點 -10% 20% 30% 因為它的波動性會更大 所以這些不一定 都能夠用金字塔 一樣用金字塔 但是那個幅度的區間 你可以拉大一點 假設我跌15% 我再買第二次 跌30%我買第三次 就中小型股 對 因為中小型股 你比較適合這種模式 因為怕分太多次 其實效果會遞減 那我問你 15一次 對 再15就三成 對 三成的 再15 45了 這一次很多中小股 會跌4 50%的 真的喔 真的 而且它基本沒有好不好好啊 所以這些我幫大家挑出來 像蓮陽 漢堂 繁甲 順達 為什麼給大家看這些 除了殖利率高之外 他們最近的線型都比很多中小型股強 我們挑一檔看就好 我們要看順達好不好 好 來看順達 殖利率有8% 殖利率8% 它有沒有跌到 直接拉長好不好 它沒有跌到 沒有耶 上升軌道 連線在這裡 OK OK 對 所以有這些保護 包括也有永豐金金龍股 對不對 我覺得這些呢 你可以用這種模式 一樣都可以金字塔模式來做操作 辛苦您了 不客氣 感謝建成 謝謝您 下次可以用胡董 沒有 胡董 你是一起跳的 哎呀 您看 他竟然對顧回國大哥那麼好 其實我們都是好朋友了 總之呢 只為了要教會您 因為您是我們的知己 每個粉絲都是前線的寶貝 我們一定要保護到您 教的目的 因為行情劇烈正大 學會自己操作的釣魚技巧 所有的風險 您就可以規避掉了 希望今天呢 您要的 金字塔的操作買法 有徹底學會囉 那為什麼要教 一教再教呢 因為真的 全世界都被 無患肺炎疫情給打亂布掉了 無患肺炎這個壞蛋 你什麼時候走啊 病毒什麼時候走 原來等待三保的進度 快篩藥物跟疫苗 感謝杜大哥來到了現場 要告訴您 這個對抗無患肺炎的三保 跑的速度有沒有加快 全球的進度又如何呢 都家